佛誕節就用慈雲寺舉辦法會 莊嚴的送經聲中 信徒跟著隊伍雙手合十 來到御佛庭前 民眾雙手合十 對拜祈福 釋迦牟尼佛祖 誕生的時候 有九條龍 出臉高條龍 透旁邊替釋迦牟尼佛 來牟尼 流傳下來 俗稱的義佛節 也是依照傳統的來佈置 讓所有信徒 都來親自的為佛祖來牟尼 正確的義佛是以香湯盡水 從佛頭太子神像肩膀澆灌 基隆慈雲寺這座義佛庭 擁有百年歷史 雕刻相當莊嚴 廟方保存相當完整 佛祖誕生的時候 就出現九條龍 來塗香水幫佛祖墓液 所以我們的佛祖都是有龍 然後我們這個玉蘭花 包括我們自己煮的香水 都是按照傳統來佛祖 佛祖本身一樣 可以看到祂右手使天 左手指下 這就是佛祖誕生的時候 然後祂又特別講了一句話 祂又站起來講了一句話 上天下地唯有獨尊 所以我們這個佛祖的雕像 就是按照這樣子來做 保平安 拜佛吃好了 很高興 除了在百年御佛庭 向佛祖行禮之外 一旁還有佛水供信徒取用 這些用甘草 肉桂 冰糖等中藥材 熬煮出的佛水 喝了可以保平安 這個香湯 我們純義士就特別購買一些 櫃桂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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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乘起來 等下後就放在那裡 給大家佛祖來墓液 當然墓液後 現場可以喝冰 或是政府什麼賣過 這主要就是感謝佛祖 利用這個劇 讓自己身體 心靈 能夠得到親近 這是這個意義 佛擔節這一天 慈芸市準備了香湯給信眾 用湯勺給佛像沐浴 據說可以讓自己帶來好運 記者黃少民 金融報導 Fashion Game 世界大陸 這一次 二十十零 擔 필 生活 身體 我 是